你痛在哪裡? 這裡 這裡 好 我們要去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前因後果要不要多問一下 要 你不要說痛就開始處理 不要啦 那先問一下痛多久? 半年了 已經痛半年了 這表示這個痛痛很久了 好 痛半年了 那時候痛之前有沒有 還有沒有印象 怎麼樣之後才開始痛? 好像 我自己覺得好像是七八 好像一個姿勢不對嗎? 就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姿勢做了之後呢 本來沒有痛 一個姿勢做完之後就開始痛 從那時候一痛痛到現在多久了? 半年了 如果還沒有把它處理的話呢 會不會再痛半年? 有沒有聽過網球走? 網球走 有些人這手痛有沒有 有沒有一痛痛一年兩年三年是嗎? 有 有對不對? 有 有吧 有啦 你知道為什麼會痛那麼久嗎? 沒有處理啊 有啊 他也四處去怎樣? 往球走的人會不會四處讓人家處理? 會 會啊 四處處理有沒有好? 沒有 就是沒有好咩 為什麼你們知道嗎? 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越來越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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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以承受之痛 再來呢? 喪能接受的痛 這有沒有堅緩了? 好 啊他本來痛是幾分? 蠻痛的對不對? 啊你要把它搞到怎樣? 很痛 啊再怎樣? 再減緩幾個人要? 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對不對? 所以你專門都用什麼點? 都用不痛的對不對? 啊不痛的用老半天還是怎樣? 不痛的 因為他問題就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來 痛的位置來 你看喔 這裡喔 來喔 來 師姐你手動一下 手隨便動一下 就左右上下亂動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是關節在交接的地方? 有沒有 好手換下來 你看 他這個地方就是剛剛好在關節跟關節交接的地方的痛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痛呢 你如果不是從這裡直接把它怎樣? 把它鬆開的話 你五年還在痛啊 懂意思了嗎? 你一定要從哪裡? 關節跟關節你就是得從這裡下手 只有一種情況你不從這裡下手 他已經痛到怎樣? 超級痛了 你超級痛輕輕碰就痛到不行了 你要再去揉他 他受得了嗎? 他受不了的啦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要 但是他如果只是在幾分的痛的話 還不到超痛的時候 可不可以處理? 從哪裡處理? 直接從這裡處理好 那從這裡處理的話 血液是不是越來越多? 越弄越痛 血液是不是越來越多? 這時候如果把它弄到減緩的時候 是氣血打通了沒? 是不是就打通了? 那打通了有沒有一勞容易了? 是不是就一勞容易了? 但是呢 我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我這裡很痛 我就不要讓氣血來這裡 我讓氣血到別的地方 可不可以? 那我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這裡的氣血量減少了 減少 減少之後呢 本來會痛 減少之後就變什麼了? 不痛 不痛 那這裡是不是也不痛了? 那好了沒? 但是你以為好了沒? 你以為好了 所以我這時候如果在很痛的地方 打一根什麼? 打個類固醇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地方馬上不痛? 或者是我拿一個藥膏涼涼的 或者是消炎的一抹 會不會馬上不痛? 會對不對? 因為血液量減少就不痛了嘛 但是等到你那個藥效過了之後 我的血液量有沒有又上升? 體力又上升 血液量又上升 會不會又來處理了? 又來處理又痛了 所以呢 永遠都好不了的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怕痛 對不對? 好現在這師姐這裡嗎? 這裡對不對? 這裡很痛嘛對不對? 就這裡嘛對不對? 好現在呢 我先從這裡直接怎樣? 直接喔會不會太痛? 會不會受不了? 好有沒有越來越痛了? 沒關係 因為這附近 這附近我們這個地方呢 都會有比較硬的地方 所以在這附近 只要會痛的地方都怎樣? 都可以按 好啦 這時候就可以按 然後讓他的臉有露出一點點真靈的面孔 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痛的時候 唯一會出事情的 唯一會出事情 不能講唯一啦 大部分會出事情的原因就是怎樣? 閉氣 他如果閉氣的話呢 我的肌肉就會緊縮 該拚啦 你這時候要怎樣? 喔喔喔喔喔 出事了 喔可惜了 喔出事了 要提醒我 對對對 喔出事了 那這樣子呢 你一直按一直按 會不會出事 不容易出事的啦 不容易出事的啦 但是他只要閉氣的話 他可能突然間心臟就鎖起來了 鎖起來的時候就要馬上急救了 他就 那這很麻煩了 懂了嗎? 所以呢 在按推的時候 或者在不速的賽者 喊說 你要喊 喔喔很痛 很痛 很痛 對對對 好來 那現在稍微按一下之後呢 把它先舒緩幾下 隨便弄幾下 其實這個也不氣啊 這個也不用舒緩啦 為什麼 你稍微動一動就是在舒緩了 自己動幾下 對好來 你再感受一下這裡的痛 跟你剛剛的痛的感覺 現在這樣喔 對對對 就是你本來不是說這裡在痛 現在這樣很失誤嗎 對對對 啊我說這裡的痛現在改善多少了 現在不會 現在感覺沒有 對感覺不會痛 現在不會痛了 不會痛了 現在現在感覺不會痛 好 動一動 再動大一點 然後角度都大一點再感覺一下 不會耶 真的不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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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多久 半年 結果怎麼樣就好 毛一毛就好 就把它那個地方怎樣 痛過去就好了 所以你剛剛來呢 看這個圖 來看後面這個圖 你有沒有從痛有沒有 越來越痛有沒有難以承受 對 有沒有承受之後後來再按一按 比較能接受 有 有好 所以已經好了 所以可以回家休息 好 補個場吧 了解意思了沒有 那如果說今天這裡會痛 你從頭到尾都不敢碰它的話 會痛多久 我跟你講十年還在痛啊 懂嗎 就是說你本來以為不痛了 再過一段時間 你可能要再拿個東西 又來了 然後這個地方永遠都 一直都這樣 背後一直在這裡 你就把它直接從這裡怎樣 弄掉沒事了 懂意思了齁